好 国际间的焦点呢 一块来看到 这个美国的拜登政府呢 内阁官员第一个 这个亚洲的外交行程呢 登场了 昨天是在日本的东京 举行这个美日2加2的会谈 出席的人有谁呢 一起来看到 在美国的部分 是有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 还有美国的国防部长奥斯丁 日本的部分呢 也是有这个 日本的外相貌目敏抽 还有这个防卫大臣 岸信夫 那么在这个会谈过后呢 美日双方是一起发布了 联合的声谜 要向大陆来示警了 也向这个大陆的海警法 对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呢 具有共识 那会议重点呢 这边也为大家整理出来 一块来看到了 他们呢 对这个共同对抗大陆的共识 也提到了 确认这个台海和平的 安定的重要性 对于大陆近期提出的 这个海警法 海警法是什么呢 也就是大陆是允许 海警来动武的 所以也引发了 这个地区的紧张 所以呢 这个美日也对此表示了 关切也表示反对了 那么美日是重申呢 这个钓鱼台 还适用于美日安保条约反对 试图损害日本对调导施政单方面的一个行动 另外针对这个北韩核武问题呢 美国日本也共同呼吁了 希望这个平壤当局可以完全的来去核 那么昨天举行的这一场美日2加2会谈之后啊 今天布林肯跟奥斯丁呢 就要启程去访问南韩了 要在首尔呢 跟这个南韩的外交部长 还有国防部长展开美韩的2加2会谈 其实这个上个星期呢 美韩才刚刚举行了这个联合军演哦 而面对美方这样动作频频 这个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 金宇正昨天也开口了 她呢是批评美国也批评南韩 呛说呢 如果你们拜登政府呢 想睡得安稳的话 就不要制造烟消味 所以呢也让今天这一场美韩会谈呢 更加受到了关注 明天呢也就是这个18号的时候 布林肯跟奥斯丁呢 他们就要分开走行程了 布林肯要前往阿拉斯加 要先和这个国安顾问苏利文来会面 然后呢就要和这个大陆的外交部长王毅 还有大陆的外交高官杨洁篪 展开一场世界关注的美中会谈 那么奥斯丁呢 则是要和这个飞到印度和印度的 国防部长辛格来会面呢 要加强要深化美印之间的一个合作 那么关于这个美国目前外交动作频频 今天呢我们就要来了解到 因为刚刚讲到嘛 今天这个布林肯跟奥斯丁呢 他们要一块前往南韩 到南韩呢来进行这个美韩会谈 那么其实日前啊 不久之前呢 这个大陆驻南韩的大使就透露说 大陆的这个习近平呢 这个韩国的大使就透露说 习近平在疫情爆发之后 优先选择出访的国家 其实也是要选择南韩 那么现在呢 美国跟大陆都要拉拢南韩 这背后有什么原因呢 今天很高兴我们请到了这个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 陈章敬教授要来听听教授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教授早安 早安谭小姐各位啊 这个观众大家好 我想啊基本上是这样 我们任何一个这个国际啊 社会之中在国际政治舞台之中 假如你要让别人啊重视 你必须本身注有一定的实力 今天啊要马上举行的 所谓美韩之间的两个首档之间的对话 显露出来美国 却要重视南韩的这个程度 但是呢从另外一个方面而言呢 其实美国现在倡议的所谓的四方啊 这会谈的这个机制之中 却把韩国摒除在外 所以呢就首尔而言 他也觉得并不是非常痛快 所以双方的会谈是一回事 但整体的大架构在美国 日本澳洲以及印度啊所形成的 四方会谈的框架之谈 这个韩国啊不得其门而入 所以心里啊也自然有这种啊冷落感 但是呢同样的 因为他啊本身这个地处啊 朝鲜半岛的南端 跟啊这个中国大陆啊非常的接近 而且本身的经济实力 在啊上海以及山东半岛的投资 让他啊在中国大陆的眼中中 也不能啊加以忽视 所以呢他们特别公开宣布 说是啊优先出访 但是在这种啊情况之下 其实呢这个北京也要考虑到 平壤之间的感受 所以最近啊在中国大陆啊 释出了一段啊网络之间 释出了一段啊这个影像带 特别啊去展示了 当初习近平去访问平壤的时候 受到金正恩啊 这热烈隆重接待的一段影片 所以啊从这些啊就可以看出来 所有啊这些国际啊政治的综合百合之间 充满了各种微妙的啊情绪性的关系 以及啊实质上的关系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南韩啊也希望能够保持啊 左右逢源两边啊都不得罪 两边啊都能够互得其力 所以获得他们呢所授予的利益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个其实是展现出啊 这个首尔本身啊外交啊艺术的段数啊 确实是有所长足的进步 令人啊不足以不能够啊 加以轻视 好那么另外一个焦点呢 我要来请教教授的是哦 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他过去的一些发言啊 有学者就认为说比较起来 这一次出访他的这个用词 是比较强烈的 而且呢是要向大陆来发出一个强烈的讯号 那么美国呢可能还是希望两岸可以来对话的 但是呢这个对话是否不代表妥协呢 那么这个对话是不是要透过这场对话 来避免一些具体冲突呢 那么教授怎么看 我首先要特别提出来 其实啊就这个北京啊 跟华盛顿这些两边啊 就是高层会谈 这个布林肯啊跟那个日本啊 共同啊发表的联合公报之中 其实显露出某些啊悲哀的地方 从表面的文字啊解读是哦 是说像布林肯讲相较于哦 以前他的发言的啊 这个管道跟了发言的尺度而言 是相对比较强烈 但是我必须要提醒 当我们啊开始啊原来在野的时候的发言 跟入朝做官时发言 在啊这个政府啊担任官职之后 就没有自我的啊 这个就是言论的啊 这个他的口径或者尺度 他必须根据啊政府的立场来发言 而东京啊今天啊虽然啊 这个看起来表面获得了胜利 但是呢在他啊沾沾自喜的时候 其实他忘记了 美国一再强调是由啊 日本所啊这个就是行政治理的钓鱼台 这个就是说群岛这符合啊 就是涵盖在美日安保条约之内 但是假如是啊你只有行政权 美国只情只承认啊 这个日本呢对于啊钓鱼桃啊这个钓鱼台啊群岛啊只有行政权 那假如这个不承认了主权的归属那请问一下那不是纵容一个贼啊去长占啊或者霸占啊其他人的东西吗 所以呢就啊国际道德水准而言啊华盛顿跟东京啊在道德水准这个层面 去纵容或支持啊某一个地方去实际治理某一个地方 我认为啊这些啊 其实在历史上留下证据都是啊令人啊相当感到羞耻 美国当初啊私下啊将啊行政权啊交给啊这个日本 其实啊在国际争议之中是不符合啊联合国啊不不符合啊开罗宣言以及波斯坦宣言 所以在这边其实啊其实留下了一个让人啊感觉非常啊瞧不起啊的证据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东京表面上好像感觉沾沾自己获得啊这些啊胜利 但是其实啊没有了解这背后生成的意义之中 其实带给他们啊大和民族啊这个长久的羞耻 因为啊你啊去霸占人家的领土其实是非常糟糕 至于美国啊希望两岸啊关系有怎么样互动的发展 到目前为止虽然很多地方在传言说希望两方啊能够啊对话 但是美国啊我要特别斩钉鞋鞋的讲 美国啊这个希望两岸之间的对话 但是呢他有讲过他绝对不希望啊充当啊调人 但是呢这个在很多正式的最高档次的最高档次的公报或声明之中 却不见到他鼓励或者推动去啊吹敦促两岸对话 我认为两岸对话今天啊这个走到啊这个死巷子 其实就是因为啊原来既有的两岸啊事务性对话的 这个就是说互信的政治基础九二共识啊不复存在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假如希望两岸啊去恢复对话 确实啊是相当困难 而且呢最重要的事情是目前我们的政府在啊这个 就是说自己啊推翻了以前把政府说一直啊 说这个根据两岸九二共识而签了二十几个啊事务性的协议 他推翻了这个基础之后那让人觉得诚信有所不足 所以北京今天啊不愿意跟没有诚信的啊对象去打交道 其实啊也是我们不得不啊面对的这个这个现实状况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有对话未见的不能能够 能够保证啊这个维持和平稳定 而维持和平稳定最重要的是要能够啊相互啊 你具有信任感而且没有互信的基础之下 就算对话也不可能获得任何实质的进展 我们要回顾真正太阳化运动啊颠覆了两岸啊 继续啊推动啊服务贸易协定的真正落实 签了协议却用政治活动横加阻扰 而当事者今天又希望展开啊这个对话跟会谈 我认为啊这个是根本做不到 除非今天啊这个蔡英文政府能够啊再重新啊 这个就是将啊获这个就是服务啊 加以落实来表现自己的诚意 否则的话基本上两岸恢复对话 根本就是原目求余 所以我讲过这个任何一个政治啊也好 或者任何的人呢相互的交往 诚信最为重要 两岸今天啊不在于啊这个立场相聚啊 这个蔡大而是在于啊诚信啊 互信啊不足所致 见名宝宝们准时上线